已經到達了 已經到達了 5時30分 季區年4月 美國加州雷根圖書館會面後 不到一年時間 挺台鷹派大將蓋拉格再度訪台 第一站總統府拜會蔡英文 很高興見你 第三次在一年 我們在美國的部份 謝謝你 美國眾議院 中國特別委員會首度組團訪台 華黨派五位議員多為挺台派 一見到蔡總統畫匣子都開了 如果你想嘗試美國政策 中國的西方人 會歡迎你 在我們的選舉 但你可能會超過的 對 正確 OK 上個月台灣順利完成 政府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 蓋拉格主席及克里希娜莫提首席議員 在第一時間發表祝賀聲明 今天更率領跨黨派議員來到台灣 以實際行動表達美國對台灣民主的堅定支持 這回美國國會代表團訪台 三天兩夜鎖定台美關係 區域安全和經貿投資 預期拜會立法院長韓國瑜更搶在520前 與賴清德相見歡 自由是勝利 自由會滲透 如果有任何人 能夠抵抗 抵抗 而在這裏 我只是想說謝謝 主席 被視為挺台大將的蓋拉格 2016當選眾議員之前 服務於美國海軍陸戰隊 七年內兩度派駐伊拉克 巧的是蓋拉格訪台期間 美國政府就7500萬美元的對台軍售案 進行知會國會程序 今天我們為了國民主党 為了展示我們為了這個共同支持 這對你的領域 我認為是更強的 和更堅強的 強化台灣安全以及區域合作 美國友人遠道而來 以行動展現台美關係 減弱磐石 這新聞邱博婷 許榮要上網報導